大家好 经过再生考虑 还是决定把动物在情感方面 曾经让我深受感触的一些情景 分享给你们 因为如果不是和动物朝夕相处 是不会发现 动物之间的情感竟然是那么的细腻 咱们接着讲刘的故事 今天分享刘们怎么表现 对亲戚温柔体贴 对爱情喜心不愿旧 妻妾成群 却能和睦相处 刘妈妈和宝宝那一集 讲的是小刘刚生下来时候的情景 刘宝宝们长大以后 自己怀孕要临产的时候 他妈妈也会和他一起脱离刘群 一直陪在他身边 直到产下牛仔 牛仔产下来以后 其他所有的牛都会围过来 站在安全的距离观看 以表示庆贺 刘宝宝对刘妈妈的爱 也曾令我动容 有一次大牛都在远处吃草 小牛们呢和平时一样 聚在一起打捞啊玩耍 一头牛妈妈这个时候呢 就漫步走在回家的路上 走了一半可能是太累了 就地躺下了 宝宝看着他躺在半岛上 知道妈妈肯定是生病了 就离开小朋友们 跑过来久久的依偎在妈妈身边 看着人心里好散啊 其实动物之间的情感 比人类显得更单纯 牛爸爸呢也算尽职 在大家都吃饱 喝足睡醒了以后呢 他会带着所有的小崽 在草地上奔跑啊 戏耍啊打漏 牛妈妈们这个时候 会远远地站着看着他们 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 有血缘关系的牛牛们呢 包括表亲之间 明显关系密切一些 不论是吃草啊 睡觉啊 或者玩耍啊 他们都会更亲近一些 有一次两头牛不知道为啥打起来 我就好奇地站在旁边观察 看他儿子去不去帮忙 开始呢没有去 我还觉得奇怪 咋不去帮忙呢 因为那个时候呢 两头牛已经不分身负 势均力敌 他妈妈年龄呢相对大一点点 几个回合后呢 都稍微显得有一点弱势 他儿子赶快跑过去啊 另外一头牛呢 看见来了帮手 也就离开了 由于遗产的基因关系啊 农场两年左右 就要更换一次公牛 一头公牛呢 可能可以管 三十头左右的母牛 是人类男人们 都羡慕的那种妻妾成群 母牛在排懒期的时候呢 都会发出一种味道 这个味道大约持续 六到二十四小时不等 在这段时间里呢 公牛几乎二十四小时啊 跟在他的身边 形影不理 第一次看到母牛排懒期啊 公牛对母牛的温柔行为 我觉得特别可笑 一般配种的柳 种柳啊都比较威武雄壮 大约有一千磅左右吧 别看他们长得像个大象啊 可在母牛面前呢 低声哼哼唧唧温柔的呀 像一只小绵羊 在大家都没有排懒期的时候呢 公牛呢也会偏爱 个别他喜欢的母牛 但是不管哪一头母牛 如果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都会一视同仁的 跑前跑后 有一次呢我们从别人农场 买了几头牛 由于运牛车太小啊 得分两次运 第一次上车的时候呢 妈妈上了 宝宝没上车 只有等到第二天才能运到 那天晚上呢 那个头牛妈妈呀 为了找他的宝宝 一晚上都没睡觉啊 不停的围着栅栏 一边找一边叫 公牛和他素不像时 第一次见面 却寸步不离的 陪了他一晚上 我挺受感动的 当时在想 人类可能不是每一个丈夫 都能做到这一点的呦 通常新买回来的母牛 即便是不再排懒期 公牛也会和他 特殊的亲近几天 其他母牛们 也不像人类一样的 表现出醋意 大家相处的非常勇强 几乎看不到 母牛们之间打架 而且母牛们呢 对公牛啊很照顾 睡觉的时候啊 公牛总是和小宝宝们 睡在中间 母牛们围在他们周围 好今天就分享到这 谢谢 祝大家健康快乐 下期见